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无论是发生了通货膨胀还是发生了通货紧缩 都需要一个国家启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 还有就是整个国家的货币金融 最后都需要货币政策来进行一个总块的 或者总结性的一个调控 一个指导 所以因此这一章是从我们货币金融学的最后一章的内容 通过这章的学习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的是 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到底会要达到哪些目标 那么为了实行这些目标我们到底需要采取哪种政策工具 所以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或理解 我们的一些新闻 一些政策 比方说经常新闻领报里面会公布一些 关于中央银行的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会帮助大家读懂中央银行的意图 同时希望大家通过这张学习来了解不同的经济学牛派 是如何来解释货币政策的作用过程的 也就是我们叫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第一讲我们先介绍一下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目标呢 首先我们要说它内容是包括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货币政策目标有两种 这个两个种类呢 我们先从货币政策的定义开始说起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行既定的经济目标 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估计量和利率 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翻增和措施的总和 叫货币政策 通过这个定义大家发现什么呢 说中央银行为了实行既定的经济目标 这个说的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那么大家在宏观经济心里学过对吧 我们看这个图对吧 它是这个最终目标包括什么呢 就既定的经济目标 我们一般分成稳利物价 冲锋就业 经济增长和国际收入平衡 对吧 所以运用既定的经济目标 来 无聊实行这个既定的经济目标 就运用各种工具 各种工具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 看左边这一个对吧 货币政策工具 比方说大家知道的 存款准备政策呀 在天政策呀 公开市场业务等等对吧 就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这里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中介目标 我们叫远期中介目标 大家看第三列对吧 所以进而来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 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这就是货币政策 所以货币政策它是个系统工程 大家发现对吧 它至少包括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 对吧 然后呢 实行这个目标 表示说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实行什么 实行稳定物价的目标 对吧 我们的物价呢 我们的CPI现在是1.2 我们希望实行3%的CPI目标 那么大家说要实行3%的CPI的上涨目标 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应该怎样启动呢 所以大家肯定是要提高利率 别人我们提高利率 对吧 就提高法令存款准备利率 还是建立法令存款准备利率呢 对吧 所以显然是 显然不是我们 我们刚才讲提高利率是错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降低利率 因为你现在的物价太低了 我们希望物价上涨 所以应该蒸发货币 怎么蒸发货币呢 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应该降低利率 降低法令存款准备利率 那么降低法令存款准备利率 比方0.2个百分点 就能带来物价的上涨吗 不一定啊 降低法令存款准备利率 它是在商银行系统里面 而我们的物价呢 而我们的物价呢 是在流通里面 它们自己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假设 鉴定法令存款准备利率 0.2个百分点 是否会实现我们 CPI3%的目标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走一条 长远的路线 所以需要借助一个观测指标 这就是中介目标 那么具体分成 近期中介目标 比方说基础货币 比方说超级存款准备利率 所以因此降低法定存款准备利率 0.2个百分点 我们肯定知道 让商银行提高了 超额存款准备利率 0.2个百分点 因为商银行存在 中介银行准备利率 账户上的资金 它就包括两块 在法定存款准备利率 以内的这个金额 叫法定存款准备利率 那么超过这个幅度的 就是超额存款准备利率 所以因此呢 法定存款准备利率 降低0.2个百分点 就意味着 超额存款准备利率 上升了0.2个百分点 好了 而超额存款准备利率 是我们商业银行 可以支配的增益 所以商业银行如果愿意 它可以拿着 0.2个百分点的 超额存款准备利率 它去对企业贷款 那么企业贷款以后呢 就企业存款就增加 企业存款就是货币供给 对吧 企业存款签发支票 支票就是M1吗 它也签发 所以导致到货币供给上升 货币供给量上升 那一般会带着 就是我们的远期中间目标 所以会 因为货币供给量 引导流程领域了 对吧 所以因此呢 导致我们的物价 也会跟着上升 目标实现了 所以是不是一个系统共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任何地方出现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政策工具 就实行不了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就相当于我要在北京 对吧 大家要去机场 你要从北京西藏 要到首都机场 都是很长 都是很长 就是一旦 有个地方堵了 堵车了 那你就到不了 不能按照预定实行 到的机场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道理 一旦你的传导机制受阻了 你就不能实行你的追踪目标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路线 那么对这个路线的研究呢 就形成了货币正在传导机制 对吧 这就是我们整个 这一部分的内容 这一章的内容 希望了解这么多 从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货币政策目标 对吧 这个目标就包括最终目标和中级目标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看最终目标是什么 最终目标是指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 某项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特定的经济目标 对吧 我们通常把它简称就是货币政策目标 具体包括什么呢 就跟大家宏观经济学学的一样 具体包括这四个 对吧 经济增长 对吧 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入平衡 经济增长有两个含义 一般来讲就是一个质的含义 一个量的含义 质的含义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的提高 量的含义呢 是一个国家国民生产种子 或者国内生产种子的提高 大多数国家呢 习惯上用什么呢 用国内生产种子GDP的增加 对吧 就是人均实际国民生产种子 或者国内生产种子的增长率 就会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指标 尤其中国过去长期来就通过GDP 增长数 对吧 比方说我们2015年必须实行GDP 7% 这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目标 那么我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呢 也应该为这个去服务 但是我们说经济增长的目标 应该不是我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或者首要目标 对吧 因为经济增长应该是各个部门共同来 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 对吧 我们看第二个叫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指什么呢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 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 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这个国家就实行了充分就业 对吧 有劳动能力的人 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 比如说工资 对吧 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但是这个地方要搞清楚 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失业率为零 为什么充分就业 我们不用就业率来指标 而用失业率来指标 因为就业率是大多数 对吧 失业率是少数 所以我们统计失业人比讨论 比统计就业的人呢 这个工作量要少得多 对吧 所以我们用失业率 所以呢 充分就业 并不意味着失业率等于零 因为我们失业 至少有这三种状况 一种是自愿失业 对吧 他自己愿意失业 对吧 他就不愿意上班了 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工作岗位 他愿意失业 对吧 像我的同学里面就有一些 他觉得干了这么多年 对吧 收入也可以了 不必要个人家也实现了 他就在家带着 对吧 然后炒个股票啊 对吧 这种失业状况也是挺优型的 对不对 这是自愿失业 那这跟我们统计 和货币证明有关系 对吧 第二个叫非自愿失业 这一般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 非自愿失业呢 就是他想去找工作 找不到 对吧 我们一般说的失业是非自愿失业 第三种叫周期性失业 或者叫结构性失业 或者叫摩擦性失业 就是比方说 我们都知道 比方寒暑假 在西方国家寒暑假的时候呢 那么分暑假的时候呢 就假期一般大人会去打工 他去打工 那就会导致那些正常的工人 可能就会失业 因为企业主他雇佣这个 这个实习生的成本会低一些 对吧 那这个失业 他跟货币证这也没关系 还有一个季节的更替 对吧 比方这个农业 这个行业 在农业这个修行的时候 他就农业工人 就农场工人 他就失业在家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货币政策的 这个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 是希望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呢 使我们的这个非自愿失业率 对吧 降到某一个这个水平 对吧 一般比方说 4.5%到6%左右 是比较好的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希望我们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呢 来达到物价稳定 对吧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货币政策最首要的目标 稳定物价 因为你货币 中央银行是投放货币的 你的物价不稳定 你的货币价值就不稳定 对吧 所以一般是指通过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 来保持一般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 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 对吧 所以我们上涨点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 这一战的货币政策要出来 要进一个调控 对吧 我们的物价它如果涨幅太快 比方说一般超过3% 5% 我们就认为物价发生了通货膨胀了 物价太高了 对吧 但是物价负的好不好呢 也不好 对吧 所以比方说我们的CPI是负的1.2% 那更可怕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老板人是买涨不买跌 物价是负的 一定有着这个国家是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 对吧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国际收质平衡 前面三个收质是我们要实行的国内经济军号 但是这一个开放的经济国家呢 还要实行外部经济军号 所以叫国际收质平衡 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 全部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 保持基本平衡 那么继续来研究表示 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利差 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增长速度 就大量的顺差和大量的利差 对个国家都会意味着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四个目标 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所规定的这四个目标 当然每个国家在一定时期 都不会同时实行这四个目标 对吧 所以我们来先看看 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如何来规定货币支出目标的 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法明决规定 我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 是以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以大家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规定是多重目标 对吧 至少四大目标 甚至有的五大目标 对吧 那么中国的中央银行就规定了一个 大家看这个什么 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 所以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我们说了 经济增长应该不能成为我们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 所以我们说是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那如果没有后面这句话也不合适 因为为了稳定要稳定 那么这个就 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希望物价稳定 对吧 但是物价如果 甚至我们老板也希望物价是负增长 那是够稳定的对不对 因为你的货币升值的 但是这种物价负资产对经济是不好的呀 对吧 所以必须要后面这一个 叫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货币政治的这个最终目标 对吧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西方的四大目标 它是不能同时实行 所以我们中国就没有亏定四大目标 对吧 那么西方国家 它即使归应了这四大目标 我们说它也不能同时实行 所以我们说 它到底会有哪些的这个差别呢 所以我们来说货币者目标 西方货币者四大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我们这地方首先说一个最顶先的冲突 就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资金 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资金 是有一个显著的矛盾与冲突 这个冲突呢 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 对吧 那么这一个菲利普斯曲线呢 就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 对吧 他研究了这个英国1861年到1975年 这么长的时间 这对英国的税率与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 它得出一个此消彼展的关系 那么由于的这个工资变动率呢 其实是可以用物价替代留在替代的 因为工资和物价它是一个正的相关的关系 对吧 所以因此呢 我们用横轴代表失业率 就是充分就业率指标 失业率越低呢 我们的充分就业是越好的 反正呢 是牺牲了我的充分就业指标 那么重重呢 我们代表物价上涨率 对吧 二者之一是一个此消彼展的关系 大家发现 我们要降低失业率 对吧 那就要 什么意思呢 就要增加货币投放 你增加货币投放 一定会带到物价上涨 反正呢 你要控制什么 控制物价上涨幅度 所以要减少货币投放 对吧 让CPI回落 要减少货币投放 你减少货币投放呢 就有很多的工厂就没有钱啊 它没法贷款啊 所以它就会减 缩紧生产规模 就有人会失业 失业率就会增加 对吧 甚至我们可以把条线 大家可以再往下移 画到负的 画到这个 这个横坐标以下 你会得到 当我的这个物价变动率是负的时候 我的失业率会更高 所以就解释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物价并不意味着是越低越好的 因此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呢 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适度的失业率和适度的物价变动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矛盾以充的就是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大家都知道呢 一般来讲 要稳定物价呢 就要控制货币投放 另外呢 要促进经济增长呢 就要增加货币投放 所以二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均衡呢 来平衡呢 就是个难点 所以我们通常说 二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这个叫传统的经济 对吧 所以一般经济增长 半是说物价散战 半是说通胀 对吧 就是高增长高通胀 我们叫传统的经济 对吧 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以后呢 那个美国 对吧 克运顿和哥林斯班执政时期呢 他发现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新经济时期 新经济时期呢 就是他实行了这个 我的这个一定的增长 就高增长 然后低通胀 对吧 叫新经济增长时期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还认为二者是有矛盾的 对吧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某种关系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 比方说 如果一个国家 存在大量的国际时期顺差 比方说我们中国 前几年 对吧 存在大量的国际时期顺差 那么就意味着 比方说我们 我们觉得94年 对吧 存在大量国际时期顺差 顺差以后呢 就导致我们国家的央行呢 要收购这些外汇呢 要投放大量的本币 结果带来什么呢 带来的物价散战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货币正在实行 外部均衡的同时 因为一般我们愿意实行顺差嘛 实在就是几率多嘛 对吧 就是收入大于支出嘛 所以在实行 外部均衡的同时 导致了本国物价的散战 就牺牲了内部均衡 这是我们的一个 矛盾与冲突 第四个呢 经济增长与国际收入平衡 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不是特别明显 对吧 有人说经济增长收入 在初期呢 会带来国际收入的立场 因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呢 会大量的进口增加 会带来国际收入立场 然后在经济增长完成以后呢 会带来大量的国际收入顺差 因为经济增长完成以后呢 会有大量的出口增加 会带来国际收入顺差 但是这个我个人不是很认同 因为比方说美国 对吧 它是经济增长 已经是发达了 发达国家 但是美国经常发生 国际收入立场 对吧 所以因此呢 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们对货币政策的这个 就是最终目标的一个解释 通过这个解释呢 大家明确地就是说 我们货币政策 它其实是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整个政府 整个国家需要完成的是 我们居然让货币政策来完成 比方说经济增长 对吧 大家说经济增长 你商务部 你财政部 他们都可以做 为什么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呢 要完成任务呢 对吧 然后中央就业 对吧 然后你这个物价稳定 你的这个国际收入 所以整个国家实行的最高的 这个经济均衡目标 我们都放在货币政策里面 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是非常重要重要的 这个宏观经济部门和宏观经济政策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先就讲到这 那么关于这个 为了实现这个货币政策 最终目标呢 我们一定要借助一个中介目标 所以说呢 到底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图就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标特别远 必须借助一个观测指标 就相当于我们语言行行一样 对吧 你如果中介没有灯塔的话 你可能会就什么 偏离这个寒道 你可能出交了 对吧 所以因此呢 中介目标就非常必要 那么什么是中介目标呢 我们下一节来讲 好 谢谢大家